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據統計局的資料 澳門本地居民去年第四季的失業率跌至4.5% 按季跌了0.7% 就業不足率是3.9% 至於本地居民工資中位數是19,000元 較上一季增加了2,000元 不過我有點奇怪 經濟剛剛開始起步復甦 人工為何又加得這麼快 不知他怎麼計 至於全澳門的就業人數有36萬人 較上一季減了2,800人 主要說是居澳的外地僱員人數減少所致 至於零售業的從業員增加了3,100人 至36,300人 這也是有些道理 因為經濟復甦零售復甦要人手多了 這是真的 至於對景氣方面的預測 有八成四的飲食商戶預計一月營業額會上升 百貨、珠寶、中標、零售等 也有超過七成說營業額會上升 那就好 請多些人 就業環境開始改善 加上今年各個行業開局都很好 紛紛部署請人擴張業務 有人力資源公司說居民希望借經濟好轉 找一份好工 需要外賣、餐飲業現離職潮 新春假期市面復甦 各個行業積極請人填補空缺 現在最缺人的行業是外賣、手信、餐飲 但他們說屬於工種業務 工資低、時間長的崗位、餐飲為例 適應的薪酬一般是九千至萬二 這真是比較低 本地人不願意入行 人工低又辛苦 真是不願意入行 願意入行的 和疫情期間自身行業吳景氣 年紀大有關 現在旅客回流 居民都希望回到老本行 找一份更好的工 人工高低 例如高級零售 雖然底薪低工市場 但說佣金多和 月入一搬到兩至三晚 但高級零售店說正搬網市場 如果計劃確張 租舖申請開業最快要三個月 直到年中才會有較多崗位 認證現在的勞動市場說 有工沒人做 有人沒工做 是否這樣的情況 還是你出的人工太低 人家就不做 餐飲行業缺人 有沒有提高薪受福利請人 人力資源公司說 餐飲業大多數小本經營 要加工不容易 加上當局法王中小企外僱 5天可以批覆 所以僱主大多數在等 外僱到場填補人力資源 有外勞 他們肯定請外勞 好,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未知同意為馬 多謝大家支持 按照片